安波普通话足球开训2022年7月28日 费伦巴智预淘汰基辅戴拿摩 周四凌晨,欧洲冠军联赛第三圈比赛上演次回合较量 费伦巴智将回到主场迎战基辅戴拿摩 费伦巴智和基辅戴拿摩都是各自联赛的传统豪强 也都征战过欧关联分组赛 然而费伦巴智次回合回到主场占据一定的优势 他们也是要全力出击获胜,从而晋级下一圈 费伦巴智目前身价为1.81欧元 首回合比赛中展现出了球队的的实力 但是很可惜运气稍差 最终首回合0比0战和基辅戴拿摩 此番回到主场,费伦巴智打算一扫阴霾以最强的姿态来迎战对手 费伦巴智有不少有名气的球员 昔日卡利亚里队长组奥百度谢拉电奴 和在英格兰效力多年的前锋组舒亚精致 都是费伦巴智的明星球员 在费伦巴智的阵中沙达杜辛 迪亚高罗斯近期状态火热 特别是沙达、杜辛 这位从得以转会而来的前锋在费伦巴智发挥着自己的娱乐 强大的强点能力也是他的特点 未雨绸缪的费伦巴智打 从6月份开始就已经开启热身模式了 在赛季前的友谊赛中表现优异 近期热身赛取得5场连续获胜的成绩 竞技状态极其出色 此番回到主场 费伦巴智绝对会大打进攻套路 客队的基辅戴南摩游污受到场外的影响 联赛早早结束 这也让基辅戴南摩的球员没有得到充足的比赛 导致球队只能一直以友谊赛来维持状态 虽然基辅戴南摩的身价还在1.1亿欧元 但是球员流失也十分严重 不过在首回合交手的过程中 基辅戴南摩并没有打算让费伦巴智占据太多优势 基辅戴南摩球员的顽强 也让他们守住合局 此前在热身赛中基辅戴南摩还输给了比甲的安特卫普 状态并不算太好 回顾首回合的比赛 基辅戴南摩的球员全场7次射门0次摄政 也说明了基辅戴南摩的球员进攻效率不高 外忧内患的焦虑 基辅戴南摩的球员心态将会成为他们的最大软肋 想要晋级下一圈恐怕并非一事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